哈囉 各位現在在網路前面的朋友大家好 我現在在台中逢甲大學的門口 大家看我穿這個樣子就知道 我是充滿了誠意跑來台中的 你們有看過我穿這個樣子嗎 沒有 聖誕夜的時候可以穿這個 祝大家聖誕夜快樂 所以呢我其實今天只是要來逢甲夜市這邊 跟所有的逢甲夜市這邊的朋友 打個招呼祝大家聖誕夜快樂 但是我沒有想到 我來現場了以後 現場竟然有這麼多的人 那個指令可以動一下鏡頭嗎 讓網路前的朋友看一下我們現在的現場 是發生了什麼誇張的現象 依照目前所呈現出來的真實的政黨民調 我強調的是真實的 真實的政黨民調 因為現在藍綠兩大黨他們掌握了媒體以後 在媒體上面放一堆假民調 為什麼敢說那個是假民調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解釋 但我可以負責任跟大家講說 現在我們內部的內參的民調 真的是三分天下 真的是三分天下 但 但 我對於台灣民眾黨 要組成的這個戰鬥隊伍 我非常的有信心 所以我要拜託大家 我們不能鬆懈 要持續的拉票 中國國民黨 操作民調 劣跡斑斑 我為什麼說劣跡斑斑 2000年的時候 可能在座有很多年輕朋友 2000年的時候 你們都還很年輕 2000年的時候 也是沙喀都 陳水扁 宋楚瑜 連戰 結果 中國國民黨到最後幾天 所他們的民調 遙遙領先宋楚瑜 遙遙領先宋楚瑜 要大家集中選票 投給連戰 結果票開出來 陳水扁39% 宋楚瑜 36% 連戰只有幾% 只有23% 只有23% 輸了十幾% 在媒體上面操作 他是遙遙領先宋楚瑜 想要操作氣保 結果操作到最後 操作到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所以這一次 媒體上面 對於柯文哲的不公平 對於民眾黨的不公平 大家都看在眼裡 民視 轉播的時候 柯文哲被消失了44秒 剛好是談到居住正義的時候 被消失了44秒 結果第二場 副總統 吳欣營 更誇張 被消失了5分鐘 公共電視 發一個聲明 說是機械故障的關係 連一句道歉 通通都沒有 什麼時候 我們納稅人 養的公共電視 我要強調喔 公共電視 是拿納稅人的錢養的 不是拿民進黨的錢養的 拿納稅人的公共電視 可以偏頗 可以偏頗 到這個程度 接下來 選戰只剩下19天 我可以很清楚的跟大家預期 鋪天蓋地的奧波 會隨之而來 之前 有媒體的訪問我說 你不分區不是排隊的名 你怎麼樣都會進國務會 你這麼聽幹嘛 對我來講 我就很直接的跟他講 我的目標 不是我回去國會 我的目標 是我要讓柯文哲進總統府 這才是我真正的目標 要不然 我是笨蛋嗎 我禮拜一到禮拜天 從早到晚 每天 跟民眾黨的夥伴在一起拚 拚的是什麼 拚的就是要把柯文哲拚進總統府 如果今天 吳子佳那個美麗島的民調可以信的話 那我就是笨蛋 因為我每天在家裡睡覺就好了 沒有機會了 沒有希望了 但我們自己做的內參民調 我跟大家報告 你會花錢做民調騙自己嗎 任何在選戰的過程當中 我們之所以願意在資源稀少的狀況之下 還去做民調是我們希望知道我們哪裡弱 我們哪裡好 我們希望針對我們弱點的部分 我們要不斷的加強 這樣做民調才有意義嗎 我如果花錢去做民調來騙我自己 那我不是蠢爆爆嗎 我如果認為 柯文哲像那些藍綠的名嘴在那邊唱摔 唱摔說他沒有機會了啦 不會贏啦 會持續的崩盤啦 那我就覺得奇怪了 柯文哲沒有機會 柯文哲會崩盤 那你們幹嘛一天到晚罵他 就不要理他就好啦 你把他當綠人家 這個人反正不會贏啊 沒有機會啊 你們還花那麼多的資源 一天到晚 藍綠藍兩邊在圍攻他 那代表什麼 代表他們怕 代表他們開始擔心了 代表他們感受到 風已經吹起來了 這一股風我們一路吹 吹到1月12號 吹到凱道 1月13號 我們一起迎接勝利 1月13號 我們用選票 把柯文哲送進總統府以後 開始乾脆 開始拍名叫做柯文哲 因為我們一定要他 幫我們所有的人做牛做馬 實現他所有的承諾 對不對 對 柯文哲敢跳跳 大家相信我 我絕對不會放過他 我也相信他不會跳跳 他一定會進去 拿著那個公司包進去總統府以後 跟以前在台北市政府一樣 每天什麼 嗡嗡嗡 每天嗡嗡嗡 這是我們台灣需要的政府官員 這是我們台灣需要的什麼 領導人物 最後一件事情 我要拜託大家 剛剛談到民調 我也可以很坦白的跟大家承認 我們現在 差的一點點 那最後一理路 就是我們 銀髮族的長輩 我們銀髮族的部分 再起來一點 我們真的就贏了 真的就贏了 所以要拜託在座 在現場 在網路前面 所有的朋友 我真的要拜託大家 陪自己的長輩 陪自己的爸爸媽媽 爺爺奶奶 聊聊天 跟他們腮奶 我相信你們跟他們腮奶 應該會有用 跟他們腮奶說 希望他們這一票 為他們的孫子投 過去 他們已經投藍綠兩大黨 投太久了 他們沒有勸 藍綠兩大黨什麼 這一次 為了台灣的未來 為了他兒子的未來 為了他孫子的未來 拜託我們這一輸銀髮族的長輩們 跳脫藍綠的泥沼 不要再被藍綠綁架了 用選票 做出最正確的選擇 最正確的選擇是什麼 高文長 最好的選擇 高文長 台灣的選擇 高文長 1月13號 總統不要投票 高文長 這次你不拍拼 咱都會拚 喔台灣的選項 做人的選項 喔唯一的選項 看我們奈逐 Zither Harp